你們如果有出現大家會最想問的問題又怎樣 第一個月就是你們22屆24屆都入圍了金曲獎 都已經頒完26屆了對不對 有新作品了嗎 我們現在在籌備我們第三章專輯 也是剛好我們隔了三年之後的第三章專輯 這樣專輯也是有很多新的元素 我覺得可以呈現出我們這三年的成長 所以年底會發生嗎? 大家好我是蛋寶 蛋寶呢 剛剛我在跟他聊天的時候我說 你大概沒有什麼時間做你的新作品了 因為最近你的新作品是很忙照顧的 那個創作音樂是很粗糙 對啊一個可愛的表情 但是音樂的部分呢現在進行了怎麼樣 有有有有慢慢在琢磨 你們預計明年吧會有一些作品可以跟大家見面一下 等一下吧 大家好我們是Voxing 然後 就這樣 你們這一次是比較不一樣 當時你們必須先報名 才能夠有機會 那是誰就是說 有得到的這個訊息 然後你們主動報名 希望能夠參加 是我們一些樂團朋友們 然後他們在討論 然後於是我們就去聽看看 對聽看看他們到底在討論 想什麼 然後他們討論結果 其實我們都放在心裡 回去偷偷報 真的啊 所以後來獲選的隊伍是你們的時候 你們那些朋友應該覺得很氣吧 對 什麼時候報名的呢 但是因為你知道經紀人是阿妹 阿妹知道這件事嗎 他知道 知道 但是 他也沒有 我們也不敢跟美姐講說話 我們先去 去 你們沒有讓美姐知道你們要去紐約了 他知道 他知道 他應該很開心啊 很開心 對啊 美國紐約音樂節 能夠非常的成功 你們代表台灣 能夠拿到一個非常好的成績 讓你們的音樂感染更多的人 再次謝謝文化部的張局長 也謝謝Daniel Wong 謝謝 謝謝你們